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建尼地政经,冯智晶 好,回到今天,建尼地政经,继续和Coby一起讲一下环球的置业地方的生活 但今天我们也有趣,我们先开始一宗香港的新闻讲起先 一个外劳的问题,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Coby你和我算不算外劳 我正式来说不是的,但是我这里身处的地方,很多香港人作为一个外劳 因为我想我有持有空间公司,过去一个不是原居地的人,就叫外劳 其实我们对外劳是很有深入理解的,因为有些身边的朋友自己都是外劳 我们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外劳,不过我们仁慈一点,我们做一些非本地工 就不会和这里争饭吃,但是如果我稍一不慎,我都会下去做Starbucks 所以我都会想定冲咖啡 其实我也很想融入这里,刚刚这个组织,我才去了溫哥华的就业港座 然后找回工作来打一下 我正你都准备加入外劳 这个真的,我身边开始有些人在学习冲咖啡 明明大家都不知道为何这么有限,中产生活 我們做外勞無所謂 但香港做外勞真的有另一個對本地的衝擊 因為昨天見到 星期二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件 在香港這麼平靜的環境 竟然會有一個類似示威的活動 有紮鐵工人和建造業的工人一起去勞工處找工作 亦在集體找工作宣揚 現在有差不多遇8個紮鐵工失業 被批外勞搶飯碗 出現了這些問題 也是第一次有外勞搶飯碗事件 現在甚至我們看到 48歲的鄭先生本身是紮鐵師傅 這個月沒有公開 要兼足送外賣 過往一個月 以前一個月開工二十多天 但是自8月起 開工日數就越來越少 上個月就只剩下兩天半開工 甚至乎有半天是吃飯 就被人叫你離開 身邊也有很多人 有這樣的外勞情況 真的會不會非常之大問題呢 但是是不是增多足少 除了外勞之外 我們也是一個地產節目 會不會開工 例如之前樓市好的時候 每個人都趕著去起樓 然後快點推些盤出市場 現在也不知道會不會有貨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制銷 根本上工作也不夠多 不只是外勞問題 還有我以前 這一年多就不算了 以前的紮鐵工很好賺 對呀 鄭先生說他平時賺5萬元 月入最少約5萬元 現在就有點可惜了 只能夠做個中工 那就月入三萬多左右 是不同的 三萬多都很好 其實在很多人來說 香港現在的入息中位數是多少 一萬九千多 不夠了 一萬八千多 其實我也尊重他們 很辛苦的 很要努力的 如果真的計算 收入也不錯 其實是不錯的 不過我想是跌幅大 你由五萬多元一個月 跌到三萬多元一個月 如果你這麼不幸 你要供樓 還要平時花一大塊錢 生活就比較差 剛才Kobe 問了一個問題 會不會現在真的 是否工作少了 所以大家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就不關外勞 另一個就是 在中九龍幹線地潑工作的 紮鐵師傅趙先生說 上個月出完糧之後 就被解僱 他以為地盤已經起了貨 那就不需要他 誰知道回去 想去拿東西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批外勞就職 原來自二月開始 公司已經解僱了四十人 懷疑被外勞取締 看回這個政府的數字 在這個建築業輸入勞工計劃 就輸入了已經七千多人 當中有七百多人 就是外勞 七千一百零七人 當中的紮鐵就是七百十二人 所以其實也不是說沒有 也有七千多人外勞 也不可以說這裡沒有公開 也有公開 起碼是有公開 有公開不過不是你 如果真的這樣計算 那是否成本真的節省很多呢 如果是勞資的 那勞方是有損失的 那資方是否有特益 如果看政府的政策文件 應該不會太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政府的政策文件裡面 我們不只建造業界 現在有多個補充勞工計劃 好像四十多個公眾都有 不過建造業和航空服務業 應該是政府很重點關照的 是起碼宿舍給他等等 也不是給的 不過好像是起定了 預備引入給他 但是這些計劃裡面 已經說明了 入息中委 即是入息 要是入息全香港調查的中委數 即是你不能比香港入息中委數 但是調查出來的結果 是有一點有趣的 即是你見到那些入息 它是用一個分類去做調查 譬如說紮鐵、木工等等 就一類去做調查 總共的入息大概是三萬多元 就用這個方法去計算 所以為什麼紮鐵平時五萬多元 那你就要用三萬多元去請 然後這個僱主就跟你說 我用三萬多元請不到 沒有紮鐵工人肯上班 所以我就legitimately引入外勞 資方來說也算是省了一點的 那如果我作為 我雖然是這個外地的外勞 但是如果我真是一個外勞進入香港 譬如我賺了一個錢 但是香港的生活成本也不低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這裡爭取得到呢? 這個其實就是為什麼 會放在我們這個節目說的話 因為你問我 外勞這個政策就是一個必須來的 你無論香港怎樣大家爭取也好 我相信在柔志及興的情況下 香港的外勞政策是會繼續向前走的 唯一的問題在於 究竟外勞的政策 是不是有什麼配套設施呢? 令我們也有生存空間 你問我 我覺得有一個生存空間就是業主 因為原來我是看回 原來在外勞的法例下 他的外勞居所政府是有定的 說明有時候你要給外勞居所的話 他要有一定的空間給他 原來外勞居所人均面積最低是可以去到 三十六屏風尺 差過監獄 差不多等於兩張單人床 你就可以給他外勞居所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今天想劏房的話 如果私人去參與外勞宿舍計劃 你可以再劏多些 你比現在的劏房 你加上別人做這些 現在是不是你都要引入 你問我 我覺得這是政府的必須 我懷疑是不是建造業的成本太貴 政府是完全對於建造業輸入外勞 他是有特別的照顧 外面的外勞 你飲食業、服務業他不理你 建造業政府是用了元朗的譚美宿舍 去做這個方倉 之前用方倉改建了做外勞宿舍 擺明是我們想輸入外勞 減低基建成本 所以 基建是重要的 基建是重要的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既然外勞都密 不如我們趁這個時候 立即進入外勞大隊 你有你輸入外勞 我就我劏房 這樣會不會好些呢 其實是不是 除了香港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你說如果有一個新的市場 它的市場 或者 你是不是對投資者來說 是計算回報的 我應該怎樣計算 這個應該怎樣也算回報 按道理 為什麼外勞 你當你是僱主 你當然是吃外勞 你就當自己省了成本 但不是很多人可以引入外勞 舉個例子 如果不是建造業 你沒有關係 但我們這個節目 很多人很關注 就是我們的樓 現在我們的二手樓 是完全放不了的 假如你手上有一堆唐樓盤 那你是沒有可能 就是給這個 什麼叫做 Blue Coast 就是成哥深水炸彈 衝擊情況下 你的唐樓是沒有得救的 是不同的市場 也叫做豪宅盤 豪宅地段 你唐樓是另外一個 而且我反而想問 如果真的要做這個 其實劏房一向都存在的 如果我真的要目標去做外勞 那些 又沒有什麼牌照 還是什麼要做的 我純粹看資料 我看到一個有趣的 就是最近新樓 明報也好 報紙也有一個報道 就是有些左敦的舊樓 開始由私人發展商 不是公家 私人發展商 去改建成為外勞宿舍 其實是由私人去做 然後它唯一去符合那個條例是什麼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政府所說 就是它的人均面積最低的地方 基本上你可以把他劏出來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我們不需要牌照 而且是可以劏小一點 我們以前覺得劏房已經很不人道 現在我們最低可以劏到36平方尺 超棒 以前一劏二變一劏三 有機會 這樣也算是好東西 整件事好像正義了很多 我也是做福人群 我給一些外勞來住 我不知道 我也是財經人出身 我也是會計回報多些 譬如劏房 我一個 我當唐樓 最小的都六七八尺 是否應該劏到四五間 是否最小的一百多尺都有 如果我這樣看 你當六百尺的位置 我們拿回 一定不要劏獨立洗手間 四間 你香港人要租 你要獨立洗手間 外勞就不用管 你幾十個人 你不可以這樣 你分享洗手間 你分享洗手間 分享洗手間 分享廁所 如果我當你六百尺單位 我當你分享床位 我當是兩格床位 分分鐘我六百尺單位 我可以劏到四至五個床位 這樣真的不差 我現在看《明報》的報道 每個床位三千五元租 其實收入也算是值得 收入也算是值得 其實如果看那個 有點像那些高級的Hostel 之前不是幾年前 香港有一輪 興建的那些Hostel 就來住床位 那些叫做 common area 用來給別人做朋友 你幾個 比如說外國不同的地方來 在這裡 晚上可以喝酒 是否那種感覺呢 是啊 這個是OK的 其實這樣是不是 換湯不換藥 我本身是打算做Hostel 我現在就說那些床位 給外勞住 然後又可以貢獻社會 又可以推動香港的生產力 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你住Hostel 你是要拿牌照的 你酒店要有牌照的 那時候說 太空倉 為什麼香港不成功 就是要牌照的 如果我這次拿來做外勞宿舍 你應該是不用牌照 還有我看回香港政府外勞的法例 其實它可以在外勞的人工裡面 是由這個僱主抽取一個百分比 不知十幾個百分比 我本身已經是給你入息中位數 然後我還可以減多你十幾個百分比 然後就調到你的房屋津貼資助 例如我已經租訂單位給你 我這樣算起來 其實是抵個我轉做太空倉 或者轉做這樣的Hostel 因為很多時候拿不到牌照 消防牌也拿不到牌照 入門也比較容易 但是這個是不是有一點政府主導 譬如你用英國的例子 或者我現在身處在加拿大 我覺得那個share room 就是share一個房 就不是一個業主主導 或者一個政府主導 當然也有政府主導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譬如見現在救生艇 就是Toronto那邊會多些 很多年輕人是會在那些group上 就說有沒有人夾租啊 可能因為那些房租貴 他們幾個年輕人就住在同一個 那些叫apartment 就是一個condo去分 或者住一個獨立屋 那其實除出來都是底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用家主導 去做一個share house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私人主導 你想想一下 他一個床位3500 我想今時今日我們劏房也要6000元 才叫做一個比較適合的劏房 當然是劏房有一個不同的 因為他真的在目標 香港人 所以他有時候就要有獨立廁所 又或者不知為何大家的廚房要分開 又要找個位置去擺衣服等等 但是外勞呢 黑虎內勞一點 簡單來說 可以再差一點 那你3500元 大家share床位 一個大鄉 整個鄉里 整班都是同鄉地用同樣的洗手間 我覺得值得很多 那這件事我覺得真的像是商界主導 多少少似個 政府的政策配合 商界可以主導 你的業主你問我為何我見到這麼興奮呢 就是他在釋放我們唐樓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唐樓 你真是很難出去和市場競價 如果樓價下跌的時候 還有重建 我繼續要和你唱這個反調 或者我只是要踢你的 那你始終外勞都是卡住一個數目的 那譬如我這一班 我的市場都會飽和 除非你這樣說是越來越多外勞進來了 那個市場才會越來越大的 你這個問題是很問題的 但是我猜應該不會飽和的 因為我記得政府是沒有為外勞設上限 它不是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就是 是的 這個就是不斷擴張的市場 如果你這樣算 是的 但是譬如那個行業現在都還有分的 就是我估計你這個行業 我都有一個既定的人數在 那譬如我應該都要一個合乎的比例 除非你一天開其他的工種 如果不是呢 就是你所有東西都會有個 有個 有個 有個最終的位置 是的 始終都是局限了 除非你開一些新的市場 如果不是這個市場就不會擴展 但是這個市場真的已經擴展了 因為我們原本是有建造業 還有航空業 還有其他高財通 但是因為同一時間開一條法例 我們是豁免了幾個行業 所以我們現在開的行業 是有二十幾三十種行業 是可以輸入外勞 不過上一年是沒有輸入外勞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解決不了 深圳來這裡上班 然後回到深圳住 其實那個車費都等於租租費 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我們有宿舍的問題 我們勞工又開了很多行業 但是另一件事去想 就是如果看英國政府 就是它計算工作許可 我現在看到了 就是保守黨就開始有效果 工黨政府 就是說明影子政府就告訴你 就是不行 你越來越多工作許可批准出去 你要減少工作許可 然後新圍城就不單止減少工作許可 他還要先減少工作許可 附近的dependent 就是你不能夠太多親戚過來 這個就是英國的做法 香港政府不是的 他的說法就是 你只要用那個工資找不到人 然後我就可以引入外勞進來 我沒有 我沒有maximum limit 還有根據現在高材通的做法 我們是引入一個高材 然後一點幾個dependent 那這件事是我們的需求是存在的 不是很底線 加拿大普通來說 應該是計算工種的 這個工種是否很難請人 或者是否一個需求很高的行業 然後如果是呢 比如它有什麼電影啊 創作者啊 醫療啊 那些就會很歡迎 那些又不是叫外勞的 但是它會批准你 可以讓你過來做事 但是你說是否有一個政府去 但是都不是的 你這個香港這個政策 是政府放寬給私人市場去做的 當然之前你說它有提供一些宿舍 但是我想你每個地方的投資者 或者業主都好 你看到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市場就會做的 就是比如以加拿大為例 因為加拿大 比如以溫哥華 尤其是溫哥華 那個住屋成本很高的 其實很早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大很多 不是劏一間房子 我們是劏地的 就是他們以前 比如溫哥華 是首推就是 比如在2009年已經有一些獨立屋 可以建的那些叫做後巷屋 可以在一塊地上一間屋 之後就有多間屋可以租出去 便宜些租給人 然後現在這一年都公佈了 其實你一塊地可以建得多一些 那些樓 就是按你那個地的大小 之後就可以由一間屋 建到最多變成六間屋都可以的 可能對業主來說 都是一個商機來的 但是是不是簡單來說 就是現在你的做法是怎樣的 它是劏了一塊地 然後就可以釋放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有沒有限制 就是會不會有些地方我不能劏 又或者我劏完之後 有些東西不能租 有限制 我猜它應該是釋放地的用途 以前我想你看那些 你很喜歡說的那個富貴碧人那些 那些三四層樓那些 那些獨立屋很大 就是那個厚一又很大 那些可能政府覺得 其實真的很大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口 那現在越來越多人口 那我就放判 比如這一塊地 可能你喜歡重建也好 或者後面有一個 地是夠大的 你就入籍去申請 你可以不知道有條後巷的 就可以建一個後巷屋這樣 然後可以租出去 那我看到其實溫哥華有的 溫哥華個別的市 就是有些後巷屋 有些叫長者屋 都是考納明目地 在那個大的獨立屋外邊 加一個獨立的叫住宅 可以租出去的 那我也看到其實加東那邊 Toronto那邊 都有 好像2018年 我查了 2018年 就引入了這個後巷屋的 還有他們有些叫做 Garden Suite 就是那些花園的 就是花園建的單位 都是 就是我們也是一概念 我們始終加拿大人的地方 大很多 就是一個屋感 但是你說撇除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來說 現行的業主都會 例如一些床租出去 我不知道你 在英國有沒有床租出去 有 但我們床租出去 會不會租床出去 我們是城市的樓才多床 還有新樓很難開床 可能我們下次又要再找 另外我們有另一個朋友 專門做計劃的人過來 聊一聊 如果你現時在北倫敦的樓 你要開一個新床租 要重新入職 有很多機會是批不到 因為我們其實地基很低 就是我們的地基很少 你刮了一個地基開床租 旁邊的樓有機會倒閉 所以是要拿批文 但是如果你說 City of London 或者附近 層一層二層 就有一些很舊的樓 從來都有床租 那些是給一些北倫住的 以前那個北倫就是住在下面 現在都把全部都放出來 都給了賣 不過很貴 你不要想著地基開床便宜 我們地基開床和地基地 是一樣貴的 是的 你們那些是否地基開床便宜 但是這一種 地基開床租出去便宜 就是便宜一些的 還有如果現在都有一些發展商 我見他建一些 譬如一些townhouse都好 townhouse就是自己一棟排屋 有時候有些最底的那層 都是給你建了之後 是可以租出去的 當然是要日子去申請 才可以租出去的 或者怎麼樣 或者有些人 譬如我想很多途徑 你經常說加拿大的屋子 以前有些可以申請Airbnb租出去 但是很多東西又在收緊 又在放寬 我相信整個大方向來講 加拿大的政府就是想釋放 現在那些土地可以用到 給多些人去住 因為你經常說 我們北美那些屋子很大 我們不配住 大家應該要只剩小一點去住 但是你所謂的小有幾小的 一個單位裏面 這樣嗎? 對不起 我怕你會不會不開心 我看了 如果以溫哥華來計算 那些後巷屋 因為太多類型 後巷屋 如果溫哥華市 是900呎的 可以建立 900呎是大家分開 還是900呎是整個屋子 是後巷屋 還是你的佔用空間是900呎? 整個屋 但是譬如在Bernaby那邊 就是本拿比那邊 就好像有1507呎 可以有1,000多呎 因為真的很大 1,000多呎是一個人分 還是一班人分1,000多呎? 1間屋 1間屋 OK 譬如它那個地上 本身是有一間獨立屋的 但是你譬如 就會按你那個叫做 它叫熔積比 我猜是香港那些地積比率之類的 就可以給你去建多一間多大的屋 這樣的東西 現在譬如政府 即溫哥華政府 都接下來是會說 譬如這個地 是有大概3,000呎的 就可以建三間不同的屋 然後它是按那個地的大小 再給你去拆 應該是接下來的 因為現在還沒做的 可能接下來很多業主 就會將自己舊的那個樓 再重新建一個 一變六或者一變五 即是等於你的劏房 即是我們把地上 即是你剛才說 九百多呎 或者千多呎的後巷屋 後巷屋 九百多呎 豈不是比香港的樓 即是你那些是十尺 我現在看著 我現在看著Waymove 我當作那些900磅 一個月的單位 那些900磅一個月的單位 我找到很貴的 因為我是在用香港的概念 很多時候大家住的劏房 它不是在住在市郊 我們是在說是當地上劏房 譬如我們很多香港的劏房 其實要去到佐敦住 因為樓下就要回尖叉嘴公 又或者就是港島住 即是通路灣住 至少要地鐵 那我就真的去找那些 即是City of London 的劏房 都不便宜的 我現在看到的那間 港幣也有九千元一個月 但是看起來 都是二三百尺的房間 你還要和人分享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真的是 我看不到你那個 但是是否很有生活品味 那些 好像那些Loft 裝飾得很漂亮 然後住進去 就算是和人分享東西 都很有品味那種 不是一間白色的房間 你就不知道英國的樓 白色的房間 下面地下地 一模一樣 英國人本身 不是很有品味 去到City的時候 所以你問我 是便宜的東西 但如果你去到市郊 譬如說我們的讀書區 那些劏房是更便宜的 有很多劏房是去到四百多磅 我知道是五百磅左右 那就是五千多元 其實是劏房 還是叫做share room 就是以前我讀書的年代 那我都經常去我的同學 他們是幾個學生 去share一個屋 那這些是否在你界定為劏房 這個為什麼我們今時今日 要說劏房 或者share room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所謂 house share這個計劃 其實在政府裡面已經入職了 就是你可以租出去的時候 當是house share 分開房租出去 所以這個是不用香港那麼壞的 香港叫劏房 你就是要劏出來 香港怎麼會壞的 香港你劏出來 你有行動 我要建一個地基 劏房 然後每個都整個廁所出來 現在英國政府的說法是什麼 就是你表面上看起來 什麼都沒有關係 都是一屋四房 靚靚靚仔仔 但其實地契上已經拆掉 就是那四間租出去的house share 有部分一些老人家 甚至乎他以前是大家庭 三房單位兩房單位 他都可以share自己其中一間房 當作租金收入 所以現在已經在入契上 做得了所有事情 香港的劏房 和英國的劏房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概念是 這裡是很物盡其用的 是 這個是我們遠觀 如果從這個 投資者的角度 我是可以怎麼做呢 還是 不是 如果你這樣計算 我可能 我們沒有理由賭自己賭 反而是不是香港的業主 反而現在搞這件事 更容易 香港搞業主 是不可能 好像英國這樣 其實英國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說 這個外勞 或者和宿舍 或者和住宅有關的事情 就是英國和加拿大 有一個和香港完全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兩個地方的主要城市的人口 正在增加 譬如倫敦的主要城市的人口 增加到 我們是建不設房子的 我們每個公司都在建房子 溫哥華更壞 搞到人家不讓買房子 又壞 你真是沒有理由 不是公民給買房子 真的很多人進來 溫哥華多的 其實整個加拿大都很多人進來 現在你都知道 如果你有留意加拿大新聞 其實都在截一些人 譬如學生又不批那麼多 已經開始收緊 是的 你想想我們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溫哥華的市場 和倫敦的市場 就是它的樓宇價格 升得很快 因為市場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拆小一個單位 令到供應收到 然後我們同一時間 我們市場的市場 可能的超級價錢 不用那麼貴 但是香港不是 香港是我們的人口在減少 勞動力也在減少 如果我們輸入外勞做宿舍的時候 其實另一個概念 我們都要注意到 就是香港的外勞出現了 會導致香港人工下跌 人工下跌 其實我們的樓宇價格 都是會下跌的 其實之後也會有問題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想怎樣把房子放出去 究竟是我們現在 鑑平鑑賤 有樓我們就先放出去 還是我們不如真的擁抱外勞 將它變成了這個外勞宿舍 就是我放棄了 我寧願收回一點點租 把房子放出去就算了 但是你首先要裝了收 那裡也是一塊錢來的 那倒是 你要給一塊錢裝收 還有給一塊錢出來的管理 那我不是應該要衡量一下 究竟我應該再放到這裏 還是應該閉上眼 然後再想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閉上眼 就當自己沒有一層樓 是嗎? 免得煩 那些業主租油 腰油不高 不如放下了就算了 不是 早些的時候 有需求多些 就是收拾漂亮的化妝樓 就是舊樓 然後做得很漂亮 然後 說真的 你可能住進去的那些 都是住一段短時間的 那你住到殘 那業主自己收拾 然後你走 有些人是會這樣跳來跳去 那時候 但這真是難搞的問題 你想想 我們部分聽眾 我不知道有多少聽眾 有樓 其實我知道 因為 方圓搞過債券班 你說不能說 是不能說 但我們是有收集過 我們聽眾的物業持有量 或者多少人持有物業 說真的 聽得很離地的頻道 也有些朋友有些離地 還有 即使有些人沒有離地 也好 他也想準備離地 決定做物業投資 但是你會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很多老金錢 買了一堆堂樓 其實也真的是大問題 我在香港 我接很多工作的時候 我有些朋友一動堂樓 現在持有 現在是頭痛到不得了 那些舊家族 留下的堂樓 你真的看到 你第一時間問他 是否保育 通常我問他 我都是跟他做些不發達的事 通常要玩保育 就更加難搞 應該所有買回來的業主 不要提保育這個字 然後再想 那時候 很多自由行的時候 一動 他會翻身他 例如旺角那些 有些是用來做 一些有品味的店 有些又活化了 即是推出一些文化的東西 其實都是用來租給別人 來買東西 有些是做酒店 好像在油麻地那邊 有些是做酒店 有些是買了給他 動成波的小鈴 幸好把手拿掉給他 那現在應該是放回 是啊 那他當時是可遇不可求 有鄧先生 現在你再找到很難有個鄧先生 吃你那層舊樓 還有現在有個大問題 可能我們現在可以簡單提及 遲早我們都會說 就是市建局快來 經濟不行 你看著市建局的數目 有機會他不夠錢去做重建 所以如果我們有些人 持有了一大堆堂樓 他說不要緊 有些事我等重建 如果重建的引擎沒有了 我是等不到重建 香港有很多盤 其實所謂的那些 不說哪個單位 因為有一個很搞笑 是在佐敦 樓下一堆的地產中介 叫做重建首選 大家快點叫婆婆 快點買入 因為可以重建有錢賺 但是計算地積比 那個屋邨或整個單位 是沒有可能有人重建 因為市區重建的地積容量已經減低了 夠錢太大 而且夠錢太大 它已經升了很高 它重建是沒有價值 沒有錢收 所以沒有人重建的那些單位 但是Anyway 如果重建你這條路沒有了的話 那些堂樓是 只有一個擺字 我也是 如果你是投資者 是為了去鑑那個重建 做那些釘子戶 我想類似的 然後去 那就 那就沒得好說了 我們反而是 本身你是有那個堂樓在手 究竟 你說你會不會再等夠錢出去 再活化它 再租 其實我閉上眼 我就算不買 我便宜些租出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有東西你便宜些租 一定會有人租 已經很便宜了 而且有機會是完全失敗的 你問我呢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 不過這個可能去到最後 我們都要等到不同的情況 因為我都知道 有機會便宜些租的 現在租給年青人 我記得我以前 幾年前 有一個很出名的大學廣師都是住劏房 即是住劏房 現在那個大學廣師 還有什麼香港都成問題 不過你這樣說回 我又說回一些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你也知道我什麼年紀 很年輕的 我那時候在零幾年 是住那些 很年輕的 是不是 我租那些零幾年的時候 是租那些舊陽樓 不是唐樓 我那時候的租 譬如我都有看過唐樓 是3千8元900呎的 那時候來講 你什麼年代 是啊 在桃光環 就是零幾年 然後我搬出來住的第一間屋 是那時候600呎那些舊陽樓 有升降機那隻 九層還是不知道多少層那些 是4千多元租的 然後呢 就是為什麼我最後搬了出去呢 就是他的業主加租 我的業主很有良心的 他每次都是加5塊5塊 加上去 加到最後我走的時候 都好像是5、6千塊而已 但是他又不想煩 然後我們是為了 蓋不蓋地毯的問題 我又搬走了 但是我也知道我走了之後 其實那個業主 是把我的600呎 因為那些樓正正方方很好用的 他是真的打開了幾間去租 然後他的回報真的多了很多 但是那時候 我走到是2010年了 那時候還是有很大的需求 的確你說如果是一個投資者 能看到那個價值 和體現到那個回報的 是不是很好的分享 這個很好的分享 不過我覺得你的價值真的很低 我是經歷過 3,800元 是的 那時候還有那些舊式堂樓 我都拆掉了 如果大家熟悉 在土耕仁潭公道那些 他的堂樓有條很長的走廊 可以打圓無球 真的很大 但是我沒有租到那裡 因為沒有電腦 我租了一間4千多元有電腦 為什麼4千多元租到電腦 我那時候租樓 你不會明白那個年代的了 因為剛剛經歷完沙士 你想想沙士是經歷了六年通縮 就是如果你說所有東西要便宜 這個就可能是一個 你要有一定心理準備 那時候沙士的東西是很便宜的 可能香港今時今日的朋友 都要有一定心理準備 如果外勞宿舍出現 我們引入外勞價格的話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很大的 通縮通脹的因素就是人工 我猜如果外勞計劃不停的話 我們就要回到Kobe的年代 要經歷幾年的通縮 但其實是開心的 你不要說 我覺得那時候 如果回頭看 那時候的負擔能力 和剛剛我搬出來住 那種感覺是很開心的 現在那一代的年輕人要搬出來 真的不容易 現在很不容易 我第一次搬出來住 就是我住在灣仔 我當時的年輕人 我當時的年輕人 我立刻衝出來 我是我是 是 我住在灣仔 我當時都住八九千元 要跟別人分享 很可憐的 那你是灣仔區 和我的土瓜灣區已經有分別了 我當時在土瓜灣區不找 那時候真的很便宜 還有 真的差很遠 那個年度 不是 我搬出來住只有一四一五年 差一點點 這麼年輕 這麼年輕 我搬出來 我也搬了你十年 我搬出來 再說下去 下面的網友就沒有幻想 自從上一集 繼續說你可愛 和戴眼鏡之後 是嗎 不是 我是不是說這些 沒有 今天我們就 有說可愛的 告訴大家 一些家庭 一些劏房的事情 如果我們反過來 其實說真的 這個外勞政策 當然也不能去談論 或者你都要不要去示威 我覺得香港 你在地的人 就會知道今天發生什麼情況 但是如果你真的 作為一些投資者 你就會想想 其實外勞政策 對自己的物業 樓宇 有什麼影響 都叫做一個挺有趣的分享給大家 謝謝Coby 今天 好的 拜拜 拜拜 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